在近日,有媒体突然爆料,称王妃疑似在上海秘密产子 生下了一个重打八斤的女婴 而谢天风不仅一直守候在王妃身边 在孩子出生后,更是紧急修改遗嘱 将原本留给两个儿子的全部财产重新分割 分出一份给女儿 而张伯芝正是因为得知此事 新回忆冷下,将自己名字改为张柏芝 这一爆料不仅获得17万的播放量 很多网友留言评论中还信以为真 然而这位网友的爆料可信度却非常低 首先,她没有提供任何关于王妃怀孕长子的证据 其次,最近几个月以来,王妃虽然很低调 但是也多次和朋友聚会 而且期间完全没有怀孕的迹象 比如在今年2月份,张红妃晒出聚会照片 王妃端坐其中,身材纤细完全不像怀孕的样子 此后,在今年4月份,王妃被拍到和谢霆锋 一起深夜外出和朋友聚餐 两人相处的状态很亲密,如同老夫老妻一般 而王妃本人的状态看着也不像是怀孕或者刚刚生完孩子的 更何况,此前有网友偶遇了谢霆锋和王妃 一起在北京接种新冠疫苗 而据医生的科普,孕期哺乳状态的女性 都是建议延缓接种新冠疫苗 综合这些信息其实不难看出 所谓的王妃怀孕生下女婴,完全是谣言 更何况今年的王妃已经51岁 即使保养再好,相信怀孕生子对她来说都非常困难了 王妃怀孕生女是假 但张伯芝偷偷怀孕长子,却是真的 在她官宣自己三儿子小王子的时候 引爆了热议,也引发了网友的热议 纷纷猜测三儿子神秘的亲生父亲到底是谁 对此,张伯芝本人从未透露 而谢霆锋家人则显得莫无关心 另一位传闻,称谢霆锋是三胎儿子父亲 导致她不得不发文澄清,自己只有两个儿子 不久前,张伯芝参加第二季《乘风破浪的姐姐》 却没能成团出道 而且参加该节目,也并未给她的事业带来太多主意 此后张伯芝突然发动态 称自己名字为张柏芝 还把自己ID修改了 工作室随后也转发 不过工作室的名字并未修改 据媒体透露,张伯芝之所以要改名 是为了帮接下来的直播带火增加热度 她本人的名字并没有真的修改 而且目前她已经把名字改回了张伯芝 而张伯芝和谢霆锋 王菲三个人之间的恩怨情仇 持续时间长达十几年 每次出现相关的话题都会登上热搜 吸引众多网友的关注 不得不说三人确实存在着很大的能量 约会可以说是轻松有序随可的 那么当我们需要建立长期亲密关系时 这种情况会如何改变 为什么 我们怎样才能让同样的爱继续下去 并将它传播至二时三时甚至五十年后 谢霆锋和王菲的亲密关系 给了我们一个可以参考的范例 记得有记者这样问谢霆锋 王菲和张伯芝你最爱谁 谢霆锋用八个字回答 网友直呼情商太高 爱恨纠缠了十几年 谢霆锋还是选择了自己的女神王菲 在传统观念中 我们对亲密关系的界定 更多的想法仍然是基于男性的角度 认为男性是主导者 女性只是接受者或被照顾者 无论是约会买单 还是成交后的养家糊口 都是关于男人追求和留住女人 谢霆锋 王菲 张伯芝 三个人的爱情纠缠才刚开始 当时王菲刚刚结束了与音乐天才斗尾的失败婚姻 而谢霆锋还是刚刚起步的叛逆新二代 两人手牵手离开花样年华庆功宴后 媒体第二天就疯了 作为资深娱乐明星谢贤的儿子 谢霆锋从小是在美光灯下长大的 遇见王菲的时候 谢霆锋才20岁 这个年纪的男孩 无论是事业还是爱情 都还很不承受 然而 依托父亲的娱乐资源 他在20岁时 依在华语歌坛长了头角 当然 与王菲相比 谢霆锋的资历及地位自然比不上顶级天后 作为继邓丽君之后最成功的歌后 当时 王菲在华语乐坛的地位几乎无人能及 当时 因为第三者的介入 王菲和窦维刚刚离婚 这对王菲来说 无疑是一个不小的打击 虽然事业有成 但她的感情生活充满挫败感 在这样的情况下 王菲遇到了小心肉谢霆锋 所以20岁的谢霆锋 和31岁的王菲 他们的爱情是建立在一种特殊的情感状态之上 而非传统的婚恋基础之上的 在这样的感情基础下 王菲和谢霆锋的爱情开始的轰轰烈烈 备受瞩目 然而 公众对两人也充满好奇和疑问 当时 人们无法理解相差11岁的两人 怎么会在一起 而且大家也不看好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 王菲和谢霆锋的恋情 却在娱乐圈 开了鲜河 在他们高调公开 恋情之前 香港娱乐圈 大排明星的恋情 一直都是保密的 目的是避免影响双方的视野 王菲和谢霆锋的恋情 带来了轰动效应 恋情的公开不仅没有影响他们的视野 反而提升了他们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可能当时两人仅是恋爱关系 还未谈婚论嫁 所以大家的包容度比较高 爱就像一团永恒的火焰 它可能很快被点燃 起初点燃会散发出大量的热量 但很快就会燃烧殆尽 要获得持久 稳定的温暖 时不时让火焰发出令人愉悦的高温 你就必须小心照料火焰 任何谈过恋爱的人都知道 爱情是复杂的 有时令人欣喜若狂 有时又让人充满忧虑和情绪低落 会经历起起落落 王菲和谢霆锋 在一段感情的真空期相遇 所以两人的初恋比较冲动 不理性 谢霆锋的顶报案 让已经相恋两年的两人关系到了冰点 虽然谢霆锋没有放弃 最后王菲还是选择退出 然后谢霆锋和张伯芝结婚身子 王菲嫁给了李亚鹏 当时当情 无论谢霆锋还是王菲 对于结婚的选择 都是因为爱情需要 以婚姻的形式得到肯定 而这种形式也是他们爱情的一个目的 种种姻缘 两人的婚姻都未持续太久 他们结束婚姻 不是因为他人的介入或者感情破裂 都是因为他们厌倦了婚姻这形式 而非厌倦了婚姻中的伴侣 再次重逢后又走到了一起 其实多年前第一次在一起的状态已经改变 他们在离开对方之后 各自经历了一段完整的婚姻 了解了自己在爱情婚姻中的需求和所得是什么 正如采访中 谢霆锋说起张伯芝 都是关于孩子和责任 说起王妃 谢霆锋说的更多的是一种轻松的感觉 爱恨纠缠了十几年 他还是选择了自己的女神王妃 所以谢霆锋和王妃的爱情 更多的是一种精神上的慰藉 他们的爱情更倾向和依赖于各自的内心感受 当然他们所从事的事业也的确支持他们这样去做 于是王妃和谢霆锋有了双向奔赴的爱情 他们不会结婚 但是会有一个比较持久的亲密关系 客观上来说 三人都没有错 三人都有追求爱情的权利 王妃和谢霆锋的幸福爱情 让我们看到 爱是可以用语言表达的 爱是需要用行动表达出来 用心去感受的东西 即使知道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是永恒的 但双方内心深处都知道 我们会一起生活到永恒 换句话说 幸福的秘诀不是坠入爱河 而是一直在爱河中 用粉丝的话来说就是 两人不需要结婚来证明彼此的爱 这就是双向奔赴的爱 令人羡慕和向往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